松生国小所举办的时空胶囊 写信给五年后自己的一封信活动 今年堂堂迈入第八年 这回校方把当时还是六年级的同学 邀请回母校 并且来到台上与大家分享 当年信件内容 以及是否已经达成愿望 我还写说要长高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 从幼稚园到六年级 我都是全班最矮的 我有如愿 现在长到了比较标准的身高 就是考上一个好高中 就是还不错的高中 就是华刚一校 然后我现在在读戏剧科 然后也是我自己的兴趣 然后我也很喜欢 那当然在里面也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在挑战中 就是能够让自己能够去面对 未来更多有趣的事物 大哥哥与大姐姐们的无私分享 让小朋友都感到无比的雀跃 对于这项活动充满着兴趣 并且决定立定目标 勇敢追梦 也相信自己有一天 能像学长姐一样 五年后都能实现愿望 年前的我个子小小的 画画没有很厉害 当时的我希望自己能长得更高 更壮 学习更好 画画画得更好看 跑步更快 经过了五年 我参加跳船队 让自己长得更高 身体更强壮 每天努力学习 终于获得了学习成绩前三名的佳基 还参加学校运动会的田径比赛 得到了一面银牌 虽然我的身高还没达到目标 画画还想更厉害 在未来的五年 我希望能把现在还没达成的愿望完成 希望以后可以长高到160公分 可是我连150公分都还能到 有点失望 小时候的我希望功课画画好 虽然画画还不错 可是功课却挺疾可疑 感觉有点残酷 小时候的我非常不懂事 常常看妈妈吵的要买玩具 吵的妈妈帮我写完课 真的 我会像以前那么买之气 我会更读一更认真的读书 活动最后 小朋友把代表梦想的信件 放入时空胶囊当中 并且交给哆啦Amo做时光机 穿越时空 等五年后再寄回大家的手中 看看自己勾勒出的愿景与梦想 有没有实现 无形中更是鼓励小朋友 勇敢追梦达成目标 记者刘德鱼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因为公司的母带